Hello大家好,我是楚儿,脱单有我,不再困难 关于聊天的技巧,其实我已经反反复复讲过很多次了 但是有的兄弟还是觉得太复杂了学不会 其实呢,很简单,总结起来就三个字 氛围感 什么意思呢,就是聊天的时候啊,营造出来一种很轻松的氛围 让女生觉得和你聊天很有意思 对你的每一句回复都充满了期待和好奇 在聊天当中呢,你就深深的吸引住它 相信就算是这么讲,还是有很多兄弟不懂 我们直接就来看这个案例 内容很干,点赞收藏,反复细品 这个兄弟找到我说,楚儿,我条件不错 家里还算比较有钱,长得呢,还过得去吧 但是我单身十几年了,除了高中那会儿谈过恋爱 都没有什么恋爱经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不会聊天 每次跟女生聊天都是一板一眼的 感觉女生很快就会对我失去兴趣 前段时间认识了一个女生,对方颜值很高 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很想珍惜这次机会,想和她一起 但是啊,我的老毛病还是那样,聊天太死板了 感觉对方有点不搭理我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楚儿,你帮帮我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兄弟和女生的聊天记录 兄弟说,我发现最近暖和点了,不用穿太厚的 女生说,对啊,这几天都有太阳 那你想出去玩吗? 不太想,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就是不想 好吧,那我也不出去了 还想约你出去看电影 算了吧,看得出来啊,这个兄弟的聊天 确实没有什么营养,其实很正常 80%的男生都有这样的问题 照这个节奏接着聊下去 在女生的心中就会把你的聊天当做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 接着呢,就会变成觉得你这个人本身就很无趣 再接着呢,就和兄弟之前一样 慢慢的就没有机会了 不过没关系,有我在呢 让这个兄弟说,好饿,饿了就去吃呗 女生的回复并不积极 不过没有关系 太忙了今天,没空吃 都两点了,还没吃饭呢 吃不吃都一样 我们铺垫话题引起女生的兴趣 女生说,为啥 我们说,如果没吃饭吗 这句话算关心我的话 那现在吃也不是不可以 就这样,暧昧的氛围不就来了吗 女生说,不吃还要怪我呀 女生好像有点不开心,没有关系 情绪有起伏就是一件好事 我们说,确实不能怪你 我还得谢谢你帮我一个忙 我们继续铺垫勾起她的好奇心 女生说,刚刚,啥嘛 我们回,正愁不知道怎么跟你聊天呢 女生说,你还有点搞笑哦 聊了几句呢 女生终于给出了一个正面的印象 继续,我们回 原来你喜欢搞笑男 我们一下就把话题引到了喜欢的份上 但是呢,却是一种开玩笑的方式 把聚光灯打在她的身上 女生说,还好吧 喜欢搞笑帅哥 可以看得出来 女生的情绪非常好 我们回,你现在笑也没看到帅哥 女生回 那就假装你是个帅哥吧 我们说,那看来以后我们只能网络一线牵 珍惜这段缘了 女生说,也不是不可以 兄弟们,来感受一下这种聊天氛围就非常的舒服 很容易就能让女生喜欢上跟你聊天 我们继续回 不过有一说一啊 我当面更搞笑一点 女生说,真假的 我们说,真的呀 不过可惜你见不到我 现在的节奏很好 我们继续深入 女生说,为啥?我们说,我又不是帅哥 其实很多兄弟他都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 非常自卑 甚至有的人跟女生网练 都不敢发自己的照片 去发别人的照片 其实啊,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其实在女生看来像这种大方的成人自己丑 比当女生心目中的普世男去骗他好太多了 并且如此的坦诚直率 本身呢,也是很自信的一种 这点非常吸引女生 你们看女生完全不在意这一点 回了,哈哈自信点 我想看你搞笑 我们说,那下午出来咯 我们顺着她的话说 她说,啊,为啥? 我们说,不是你要看我搞笑吗? 不答应你,岂不是不太礼貌? 明明是我们提出来的下午出来 但是我们的一句话 搞得好像是她在邀请我们一样 女生回了,就你懂礼貌 但是这里呢,她却加了一句,去哪里 无形之中 在我们良好的聊天氛围之下 女生已经默认了这次约会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步 而到这一步 我们却只聊了几句天而已 我们继续回 你要是没有想法的话 就找一个方便我搞笑的地方 这样子回答不仅考虑了女生的想法 也幽默地表达了 我们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 一举两得 女生说,我都可以吧,你说吧 女生已经把约会的时间地点选择权 都交给了我们 这个就是聊天氛围的重要性 我们说剧本沙吧 玩个搞笑的,哥们本色出演 女生说,哈哈可以 我感觉你早就入戏了 那就这样 这个兄弟成功地约出了女生 有的兄弟看到这里就会说了 那全程都是我在帮这个兄弟聊了 那见面之后 这个兄弟原形毕露了 那该怎么办呢 其实不用担心 网上的搞笑幽默和现实中的安静老师 有时候反而会形成一种 女生很喜欢的反差萌 而且呢,玩的是搞笑本 越是看起来呆的人 越有节目效果 不出我所料 这个兄弟和女生见面之后啊 聊得越来越火热 很快呢,就在一起了 这个案例啊,到这里就结束了 所以兄弟们 其实聊天掌握好氛围感 你们很容易就能跟女生 聊到一块去 女生在这种氛围之下呢 很容易就会喜欢上你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吸引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 追女生 相亲挽回方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X5388 我来帮助你 如果微信添加不上 请看我最新一期视频的结尾 即可获得最新联系方式哦 我来帮助你